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使用3D列印製作七龍珠的人物模型 那今天的分享是我們不需要使用專業的噴塗的裝備 我們也不需要使用模型機 那這裡我們用瓶架的筆以及壓克力顏料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模型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我們要進入七龍珠模型製作之前有三個點需要去了解的 那這裡第一個我們需要知道3D列印是什麼 那你如果對這塊還不是那麼熟悉的 你可以到這兩個影片來去觀看 我們來了解說我們最主要呢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我們該如何呢更容易的進入3D列印的領域 再來呢就是檔案的得取 那這裡呢我們在得到這個3D檔案之前呢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是你自己去建立 第二個呢直接在網路下載 那一般呢會推薦用第二個 因為這裡呢檔案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下載下來就可以直接去做列印 那你如果想要自己去建立這個3D檔的話 通常會花比較多專業的技術以及時間 那會比較推薦直接去下載的 那這裡你如果不知道要怎麼去下載的呢 你可以到檔案的下載篇 這裡都有教導你說我們該怎麼運用 國外的分享網站去下載這些檔案 而且這些檔案是完全免費的 好那這裡如果呢你對於搜尋呢不是那麼的熟悉 那你也可以持續關注本頻道 這邊呢我都會持續放上七龍珠相關的作品 那這裡呢你只要把每一個影片點進去呢 在說明底下都有它的下載連結 這樣子你可以得到這些檔案 好那最主要我們先要了解這些 那這裡呢再來我們就要正式進入怎麼去製作它了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再來呢要跟大家講的是一些烈焰的小技巧 那關於這類的人物模型在烈焰的時候是比較困難的 那我拿一個範例來跟大家看一下 好像這裡人物的話基本上它需要大量的支撐 好有大量的支撐的時候呢 因為它的懸控的地方會比較多 而且我們在烈焰的時候速度盡量都不能太快 太快的話會導致有一些小細節呢會烈焰的不好 好有可能會有失敗的情形 好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一般人物的話它都比較沒有一些大平面可以使用 那我會建議你像這樣子去開它的邊緣 好讓它底部呢面積大一點 好像這裡比較明顯 面積大一點的話它才能夠老老的黏在底部 這樣子成功率會比較高 好但是這裡會有一些缺點就是 我們有這麼多的支撐材的時候呢 猜測會比較困難 好那這裡還有另外一點就是我們如果初學者要列印人物模型的話 你會發現如果你的人物呢 好大小不是很大的話 好它臉部的特徵呢相對的會比較不明顯 那我拿一個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像這一個 這裡呢它的人物的臉部就是比較不明顯 所以列印的時候有一些地方呢是沒有那麼完整的 好那像有一些呢是蠻OK的 列印出來是很OK的 好那就要看你的檔案 有時候呢如果它的特徵太小呢 列印的時候會成功率會不高 那你可以試著把整個模型放大 但是放大相對的你的列印時間會非常長 所以呢在初學者在列印的時候 我會比較推薦像這類的 Q版的那它頭是大大的 或是像這個比克 它頭也是大大的 這種的話在列印的時候相對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像這裡 也是大頭型的 大頭的話我們 就算我們的人物 它的大小不是很大 但是相對的它頭型夠大 所以它的臉部的特徵呢會列印的比較明顯 好像這類的 好雖然它不大 它高度只有80公分 但是它臉部的特徵是印的非常的清楚 好比這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裡這個是120公分 這是80公分但是列印出來 它臉部相對大的話 好特徵就會更明顯 好那這邊就是一個列印的小技巧 那你抓到訣竅之後你就知道說 我們該怎麼樣呢 能夠列印更好的人物 那這邊呢 後面還有其他的後處理 那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那我們列印完之後呢 除了把自身材拆除完之後呢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要打磨 那這裡呢 我們在做自身材的時候 我奉勸各位千萬不要為了說要節省時間 讓他的自身材變少 好盡量不要這樣 因為呢 如果你在列印人物的時候 你為了節省時間把自身材降低的話 那你的失敗率可能會很高 所以你可能花很多時間 結果到某一層失敗了 那你整隻人物都不能用了 所以我還是覺得 像這類的千萬不能省 好自身就讓它多 越多越好 因為這樣子呢 成功率越高 好雖然會比較 後面再拆自身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這裡呢 對於拆自身有一些小技巧 這邊我就不會另外探討 因為我有另外一篇呢 是專門講這一塊的 那你如果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拆自身的入門篇 那邊都有詳細的解說 好那這裡最主要來講解一下 關於打磨這一塊 那這裡呢 可能有人會誤會說 我們列印完之後 難道要整隻都做打磨 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其實呢 我們的打磨並不是 大家想像中的 好從頭到尾 每一個地方都要磨到很光滑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列印的時候呢 會運用Z軸 來看一下這個方向 用Z軸呢 來修飾它的外型 所以其實列印完之後 它的表面已經是很光滑了 這裡啊 我來拿一個示範的 這隻呢 是 完全是還沒有打磨的狀態 它只是把支撐材拆除掉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它的表面已經夠光滑了 那我們打磨的用意在哪裡呢 主要是兩點 第一點呢 我們在拆支撐的時候 它有時候表面會有一些小顆粒 我們只是把這些小顆粒呢 去除掉 再來它有一些地方會有毛邊 也是把毛邊去除掉的 第三個呢就是 我們運用支撐材的時候 因為地吸引力的情形呢 有些地方是比較 電印的不完美 這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那就是把這個地方呢 給它磨得更完整一點 主要是這樣 所以不是每 每一隻人物 所有的地方都要做打磨 並不是這樣的 只要我們支撐材 弄得好 那這邊呢 列印的時候 速度不要太快 那基本上 列印完之後 大部分 百分之 八十以上呢 我們都是不需要打磨的 只有兩層至三層 需要去做一些修整 所以打磨其實是做修整 而不是整支做打磨的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打磨完之後 我來給各位看一下 打磨完之後 其實看起來呢 是蠻不錯的 那這邊可能 有人會誤會是整支做打磨的 並不是這樣子的 大部分它都是列印產生的 那最後呢 我們再來上色 它整個質感都會起來的 那這邊讓大家參考一下 等一下來講解一下 上色的時候呢 需要注意什麼 好那這邊來講解一下 上色的小技巧 那關於這一塊呢 在上色 筆圖工具的公開篇裡面呢 都有稍微講解到一些技巧 所以我會建議呢 你如果還對這塊比較不熟悉的 你可以先到那裡去參考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說明 那邊都有連結 可以去參考它 好那這裡來稍微講解一下 一個大綱 我們在筆圖的時候呢 注意兩點 第一個 你慢慢圖 每一層呢 都薄薄的上一層就好了 我們這個顏色呢 並不一定是一次完成的 至少都會有兩層以上 有的顏色你塗兩層可能就沒有問題了 有的顏色你可能要塗到三層 四層五層六層都有可能 那這邊呢 你千萬不要急 你塗完薄薄的一層之後呢 你讓它等一段時間 要讓它乾 我們使用的是 是牙克力顏料 那這裡呢 更詳細的說明 請你到筆圖的公開邊 那邊會講解得更清楚 那這裡呢 這個地方 我們塗完之後 乾掉再塗第二層 你會發現 它的顏色會更飽和的 其實就是用這種方式 不是一次都把它塗完的 所以我們在塗顏色的時候 其實是做整個模型 最花時間的地方 特別是在上色要塗得飽和 那這一塊呢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這邊還需要搭配一些 拿筆的技巧 等下下一個章節會再來講解的 那這裡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在塗顏色 要由淺入深 我們整個模型 我們來看 什麼顏色是最淺的 我們從那個地方開始下手 像黃色 或是皮膚色 是最淺的 開始去下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做的話 顏色比較淺的呢 我們如果不小心塗錯了 塗出去了 都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 我們在塗的顏色呢 下一個顏色會比這個顏色深 所以可以把它蓋掉 但是呢 如果你是反過來 你是由深入深的話 如果你是先塗黑色 那黑色不小心塗出去了 那你要再用別的顏色把它蓋回來 別的顏色一定是比它淺 就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由淺入深的話 這樣塗起來我們會更輕鬆的 有些時候甚至你把它塗出去 都沒有關係 那就是給大家去做個參考 那接下來要教大家 怎麼去拿筆的技巧 這裡要教大家 怎麼去拿筆技巧 那這邊呢 就沒有直接上顏色示範 就跟大家講一個手法 那這裡呢 我先 隨便拿一個人物來做示範 假設是這隻人物 那這裡呢 我們在拿筆的時候 看到我的手勢 我都是拿比較前端一點 那我們 盡可能不要拿末端 像這樣子 我們在控制筆的時候呢 是比較不好控制 有可能我們在塗很細小的地方的時候 手會 有點震動 會抖 所以會讀得不好 那我們盡量呢 筆是拿短一點 你可以拿中間一點 因人而異 那你拿短一點的話 會更好去控制它的力道 第二個呢 如果我們在塗很細小的地方的時候 記得我們的筆呢 盡可能不要懸空 要有一個支撐點 像這裡 我們可以運用手指跟 這個人物的某一個基準點呢 來做一個支撐 各位看一下我的手 這裡我是頂著它 然後呢 筆的這邊是靠著 然後運用這裡 這個支點這樣子 來去塗的話 那我再筆 在下筆的那一個剎那呢 我會更精準 手也會更穩定的 把這個特徵那個 塗得更好 像這樣子 那這裡是一個手法 那再來呢 第二個手法是可能 比較大型物件的時候 然後 我們可能沒有支點可以去支撐它 我們可能整支都要去塗顏色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運用你另一隻手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呢 我們可以用手 假設你是右撇子 那左撇子就 相反過來 左手呢 支撐著這個 手腕的地方 然後這樣 就是讓你的 這個地方有一個支點 我們再來塗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的手會更穩定 如果你是這樣懸空的話 你會發現你手是容易做抖動的 像這樣子 那你如果單支手塗一樣 我們這裡有一個地方呢 盡量靠著桌面 或是靠著腳步 好 手肘的地方呢 也要做個支點 這樣來塗的話呢 你整隻手呢 相對會更 穩定的 或者是你的手腕 要直接靠在桌面上 然後讓物件呢 平放在桌面上這樣塗 也是OK的 那這幾點呢 我就是讓我們的手腕 有一個支點 好 避免我們拿筆的時候 手會抖動的這個情形 好 這個是一個小手法 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 那最後來總結一下 我們來運用3D列印製作 七龍珠的人物模型呢 好 其實是非常棒的一個方式的 好 那我們呢 如果想要自己做的話 我們只要有檔案 我們都做得出來 那差別在於說 我們在後處理的時候 好 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你如果對於說 這些製作的人物呢 他到底需要多少時間 你可以到七龍珠的作品裡面 好 個別去觀看每一個作品 影片底下都有說明說 他到底製作的時間 大概是多少 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好 那這裡呢 如果呢 你找不到你想要的3D檔 如果你有興趣 然後呢 有時間的話 有耐心 你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隻 你想要的人物 然後呢 再來運用3D列印 這些小技巧把它製作出來 好 那這裡呢 對於製作模型這一塊呢 好 這邊必須要了解的是 我們在用3D列印的話 好 並沒有辦法避免說 他列印出來會有一些沉紋的問題 好 因為他是一層一層堆疊出來的 所以難免在表面呢 都是會有一些紋路的 好 這個就算我們用打磨呢 要把它去除掉也是非常困難的 除非呢 我們把整隻人物 放得很大 放得很大之後 再來做拋光 打磨 那有可能呢 就可以把這些 紋路給去除掉 但是如果我們是縮小列印的話 是幾乎是沒有辦法去避免這個問題的 所以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這裡 好像有一些物件呢 他也是用拆件式去列印 然後再把它黏合在一起的 這也是一個方式 這樣呢 你可以讓你的物件更大一點 然後列印時間可以縮短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希望我們一次列印呢 就是一天兩天 這麼長 也許你只 你能接受的可能只有四個小時 或十二個小時 已經是最極限了 那我們就可以運用拆件的方式呢 把這個物件變大 然後列印時間縮短 然後最後再把它黏合在一起 這也是一個方法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拜拜 今天我想來點古早味的三色紅骨粿 多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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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